台灣存款保險的重要性 我們現場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談談有關存款保險的重要性 跟在台灣的意義是什麼 今天我們有四個相關的主題要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第一個我們來談談有關於台灣存款保險的歷史 第二個我們來談談中央存款保險怎麼去認識它 第三個我們來聊聊有關於台灣存款保險的前世與今生 最後我們要跟大家分享是台灣保險現在目前存款的現況跟存保的重要性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是台灣存款保險的發展史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想台灣存款保險的歷史大家現在目前都有耳熟能詳 就是我們每次走到銀行去我們會看到它有個牌子叫做中央的存款保險公司 我們的存款占報公司裡面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全額300萬的保障額度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大家在存款的時候都非常安心 可是台灣是一開始就這樣嗎?當然不是 我們透過這樣一個圖表來看一下 事實上在民國72年的時候 由財政部跟中央銀行他們開啟去邀利威脆的金融業 代表你一定隨著存款保險的條例的草案 從當時的時候台灣的保險存款機制 還差點慢慢地產生和發生 一直到民國73年12月24號 當時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存款保險的相關條例 全文有26個條例 當然我們在隔年度的部分 就是74年的時候就由總統來頒布總統令 制定了當時的存款保險的條例的部分 在民國74年9月27號的時候 由財政部跟中央銀行 他們共同出資 成立了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專責辦理所謂的存款保險的相關的業務 當然他們採取當時是所謂的自由投保的方式 而當時的限額是70萬 或許這個期存款的限額 跟大家現在目前知道的300萬的限額有很大的差距 因為當時是存款保險的剛開始 這邊很值得跟大家一提的是 我們還記得嗎? 在民國74年的2月10號 當時發生了台灣史上第一件 所謂的擊對的事件 最後我們講的實性事件 我們在網路上面看到很多朋友 可能都還非常年輕 可能或許根本沒有這樣的歷史的經驗 但假設問問你的父母親 或許他們還記得 當時有非常多的民眾 跑到實性的存款去做擊對的動作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是因為當時的存款保險 並沒有真正的上路 所以民眾把錢存在銀行的時候 很擔心錢 假設萬一銀行被偷空了 合作會偷空 他錢也不出來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擊對的狀況 並且到了民國74年9月27號 存款保險政策上落之後 才真正可以解決民眾對於 存款保險安全性的一遇的擔心 然後我們一到民國76年8月15號 當時的存款保險的額度 從當時的70萬 調高當時的存款額度 當時的100萬 大家可能很好奇是 存款保險額度的調整 它的原油是什麼? 通常一般來自於 因為台灣的經濟發展會越來越好 民眾的收入越來越高 當然我們對存款保險的意義 跟談義也就變越來越大 我們存在銀行錢也越來越多 但是假設這時候的存款保障的額度 還挺多在當時的70萬的話 但對很多民眾來講 它其實是不夠的 OK好 一到96年的1月份 當時存款保險公司的投保方式 修正成現在目前所謂的 應該向存款保險公司 申請集體的加保的部分 一個到了96年的7月1號 存款保險當時的保障額度 從當時的100萬的額度 提高成新台幣150萬 一個到了民國100年的1月1號 提高成現在目前 大家知道的300萬的額度 這個是台灣的存款保險過去的一個簡單的歷程 跟大家做一些報告 我們現在目前金管會的主委 黃天木主委 他曾經有過這樣的訪談 他的訪談當時也提到說 當時在1985年實信事件爆發的時候 曾經有存款部跟他寫了一封信去陳情 因為他認為說他一輩的心血 跟一輩的存款都在這個銀行被掏空了 他其實非常難過也傷心 這是當時我們講到所謂的台灣史上 最大的金融存款的風暴 也被稱為實信的事件 所以當時金管會主委黃天木主委 他提到說 有關於金融的穩定很像氧氣 氧氣基本上我們每天都在吸 我們隨時都在呼吸 但是我們可能就不覺得它重要 可能它卻又沒有又不行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個部分 是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這樣的一個角色 到底在做一個什麼樣的角色的扮演 我們來看一下這件事情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是由財政部跟所謂的 中央一行共同出資所設立的 保障民眾在同的金融機構 他們的存款 不論是新台幣、外幣 或者是他們本金跟利息 都可以享有最高 總額300萬的新台幣的保障度 讓民眾辛苦打拼的儲蓄 不會因為任何的意外 而導致是蠢失 存款保險 有其由於所謂的存款保險機構 像中央存款辦公司 他們投保並繳交所謂的保險費 的一種政策性的保險 當然存款人他不用繳交任何保險費 所以我們所有的社會大眾 在一行存錢的時候 是不用再額外去繳交所謂的 存款保險的保險費的部分 如果金融機構因為主管機關被熱令 因為他要熱令停業 中央存款辦公司 會在同一個存款保險人的額度裡面 在額度300萬之內 賠付給存款人 以保障存款人的權益 跟維護金融的安定 我想證明大家一定可以理解 為什麼存款保險這麼重要 原因是因為 當我們把錢存在銀行的時候 假設我們沒有被確保 我們把錢存在銀行的時候 事實上是會擔心和害怕的 可是我們都知道 存款有個很重要的反應是 它必須要安全 而且是絕對的安全 那在中央存款辦公司 他們項目前在辦理所謂的 賠賠和賦的時候 是以新台幣為支付的必別 當然它基本上保障 跟未受保障的存款餘額 就像大家項目前畫面上看到的 這個項目的部分 在存款保障的餘額的相關 包括我們的支票存款 包括國期存款 併期存款 也包括郵政儲金 也包括依照法會要求 基本上存入特進金融機關的 相關的轉存款 當然也包括所謂 經期瓜主管機關 所核准承保存款的部分 沒有受到保障的存款裡面 可能包括可轉單的定存存單 各級政府的機關的存款 中央政府的 中央銀行的相關的存款 收受存款金融機構之間的 同業存款 銀行所設立之間的 金融業務分行售為的存款 或其他經過主管機關 核准不予承保的存款 那我們大家看一下 在台灣現在目前 所有這麼多的金融機構裡面 有多少加入存款保險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台灣可以投保存款保險的機構 總共有400元二家 目前加入的存款機構 總共有400元一家 那我們再往下看 網銀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尤其在今年 台灣有兩家存網銀已經完全開業了 一家是樂天網銀 在今年的1月19日正式開業 另外一家是我們講的Link Bank 網銀的部分 在今年的4月之後也正式營運了 很多民眾都會擔心說 假如我今天把錢全在網銀 它沒有實體分行 我的錢有被保障嗎 事實上我們常講說有圖有真相 從這邊你就可以看到說 耳樂天的存網銀 跟Link Bank的存網銀 他們在開業之前 都跟存款保護公司 已經簽立了相關的契約 也幫著網路上的存款 也納入到我們存款保險的 相關的一個範疇裡面 所以基本上 存網銀的這些存戶 也可以很安心的把錢 存在這些存網銀的戶頭裡面去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存款保險當然有以前 跟現在的狀況 那到底錢是今生 它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件事情 我們給大家補充一下 歷史條件 在世界上第一個 成立所謂的存款保險的國家 是美國 當時美國 造成所謂的聯邦存款辦公司 他們是在1934年成立的 也當時去保障了 當時美國民眾 在美國存款的相關部分 我們都知道 1929年美國發生了大蕭條 在1934年 美國進行了存款保險公司的設立 它的目的就是為了保障 我們所有的民眾把錢存在銀行的錢不要有風險 當時這個普工帳戶的保障的保額 在2008年 由當時的保額10萬美金 提高到項目前的25萬美金 我想25萬美金 假設依照匯率1比30來做估算的話 大概將近於750萬的台幣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把錢存在銀行 我們很放棄的是 我在這麼高的額度裡面 我可以被保障到 我不用去擠兌 好 那在這樣的保障的額度裡面 跟國內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通常一般在美國 他們給孟銀行保障的相關項目裡面 包括支票存款 包括儲蓄的帳戶 包括連銀行可轉當的相關停款單 也包括貨幣市場存款的帳戶 當然併期存款 例如存單的部分 銀行的本票、匯票 銀行合方的其他官方的評證 都在這樣的保障範圍之內 當然也包括個人推幼金的帳戶 IRA 的部分 那在存款保險裡面 它不保險哪些部分呢 我們也來看看 包括股票投資 債券的投資 共同基金 人售保險的保險單 包括年金 市政債券 也包括保險商或其中的物件 當然也包括美國的國庫券 債券 還有相關的票券 這是在美國的歷史 我們可以看一下 從美國的歷史 世界歷史 來見證台灣的存款保險的過程 除了這個之外 存款保險餘額的限額部分 現在台灣的額度是300萬 很多民眾會非常好奇 為什麼額度要是300萬 為什麼不要是一個無止境的額度 這邊我們也跟大家做分享 目前世界上面 各地大部分的國家 他們實施存款保險的部分 大部分都採用所謂的 限額離賠的方式的部分來保障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 假設你用全額保障的方式 可能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也要跟大家分享 那什麼叫全額保障呢 全額保障則是說 有時候政府會為了避免 股票效應 例如金融海嘯發生的時候 怕民眾大部分去擠兌 怕民眾的恐慌 所以他們會在一定的時間內 採取所謂的全額保障的方式 去保障民眾的存款 事實上台灣 在2018年金融海嘯當時 就曾經採用過全額保障的方式 去保障台灣民眾的存款 在那個時候 我們在08年的金融海嘯 當年的10月份 我們宣布了全額保障存款的存款 以達到穩定金融市場的目的 當然這個措施 我們在2011年 在金融海嘯結束之後 在2011年最明明過100年的1月1號 我們也回歸了所謂的 限額保額相關的部分 並且當時我們把保障的度 調高現在目前大家所知道的300萬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提過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 實施存款保險的國家 他們是在1930年成立的 而第二個是印度 他們是在1960年成立的 接下來是加拿大1967年 跟日本的1971年 那台灣呢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成立的時間相對是比較晚 可是我們也可以去建議 過去成立這些存款保險的國家 他們是怎麼樣去操作 這些存款保險的部分 那很多民眾會很好奇是 可是台灣以限額保險的方式 來保障我們的存款 會不會不夠呢 根據統計 台灣目前限額保險的 額度是300萬 這個額度已經足以保障 台灣目前所有的存款 98%的涵蓋率 也就是說在台灣 如果有100個人 有98個人 他的存款是得到完全全能的保障 因為他的額度都在300萬之內 所以目前台灣的存款保險 最高保障額度300萬 這樣的金額 跟世界其他國家來做相比的話 基本上我們僅屬於美國的25萬美金 僅屬於歐盟的10萬歐元 然後我們是全球第三 也是亞洲第一 在300額的保障額度 我們剛剛提過 已經可以涵蓋98% 民眾的存款安全 大家可以很放心把錢存在運行 當然我們在全額保障的 我們剛剛提過 全額保障的部分 可能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第一個 它可能有所謂的道德風險 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是 如果今天我們的保障額度 是一個沒有額度的保障額度 是一個全額的保障額度 也就是民眾自己根本不需要去判斷 一個金融機構 它的穩健與否 我可以把錢存在任何金融機構 但這時候可能會產生一些 金融機構可能用一些比較高的利息 去吸引我們民眾做存款 可是這時候反而產生一個道德風險 所以民眾自己也要怎麼樣 也要自己去判斷這個金融機構 值不值得信任 過去的經營跟過去的相關 是不是相關的穩健 這個其實很重要 第二個 假設我們是用所謂的全額保障的部分 基本上存保公司 它就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所謂的風險的控管 因為它根本不知道這個額度有多大 所以它的成本 它的風險 就沒有辦法被控管 那假設造成這樣的存保辦公司 他們後來的金融的穩健也受到的影響 當然對納稅員來講 也會有三萬一千的損失 第三個 銀燈可能因為 存保辦公司 對於它進行所謂的全額的擔保 它也會繼續進行一些比較高風險的操作 因為反正客戶把錢存在我的銀行 它的風險全部由存保辦公司去保障了 去做高風險的操作 這個對投資人講 或存款也不是一個有利的方式 當然銀行的監管可能會因此而被放鬆 導致銀行的經濟風險都會低調 這是我們剛剛跟大家提到 有關於 如果全額去確保我們存款是完全沒有風險的狀況之下 可能產生了幾個問題 這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最重要的部分是 台灣存款的現況 跟存款的救援性 到底對我們的救援性是什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台灣基本上我們存款的金額 基本上我們在109年的時候 我們存款金額高達41兆的新台幣 大家可能對於41兆沒有什麼概念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 大家就會很有概念 一直到今年6月底 台灣存款的余額已經超過50兆的新台幣 這個金額有多大呢 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知道台灣存款的儲蓄率很高 尤其在今年 我們今年的儲蓄率呢 基本上公佔了41.32的百分點 這個儲蓄率大概是在1980年過後呢 台灣大概沒有再有這麼高的儲蓄率 當然這也跟去年的疫情有關 也跟台灣這幾年經濟成長發展的有關 所以我們存的錢越來越多 那我們都知道 民眾習慣的是賺了錢之後 都會把錢存到銀行去做存款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2020年呢 新冠疫情推升了我們的儲蓄率 我們儲蓄率達到了40.32% 而且超額儲蓄率高達了17.07%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儲蓄金額超過了9.06兆 而且超額儲蓄金額超過3.74兆 這個金額其實非常大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假設用比例來做對比的話 台灣民眾的儲蓄率這麼高 存的金額這麼多 我們假設用的儲蓄率來對比的話 是我們的中央總稅收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在民國109年 去年的中央總稅收是2.3804億 以我們儲蓄金額來講 我們儲蓄金額竟然是總稅收的3.8倍 大家可想知台灣民眾很愛存錢 也很喜歡存錢 所以這時候我們的存款有被保障 就變得格外的重要 因為我想存款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 血汗錢的來源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存款很重要之外 那到底民眾存款的部分 到底為什麼對我們來講 這麼的來源這麼的重要 原因是因為 假設我們以退休最近來講 我想我們說人有一天都會退休 因為時間到就是會退休 可是大家知道嗎 根據統計 台灣有85%以上的女性 他們的退休來源來自於他們的現金儲蓄 也就是有一天我們退休之後 我們得要靠我們銀行的存款 來支付我們的退休相關的需求 而有高達65%的人的女性 是把錢存在銀行的 所以這凸顯的民眾怎麼樣 在未來退休 他們最在乎的是所謂的安全性 那我們當然都知道 對於存款來講 最大的殺手事實上就叫做擊對 我們剛剛提到的 我們現在目前在網路上面 看這個影片的朋友 假設你很年輕 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擊對 那我們來跟大家談談擊對 擊對 擊對只是銀行跟金融機構 被大批的存款人客戶要求提進 他現在目前自有的儲金 通常一般這種擊對性 會發生在什麼情況之下 發生在銀行的營運 有重大負面的新聞的時候 或銀行遭到集中或密集的提款 他可能沒有辦法去支應 而不急而宣告他的營運困難 想若他沒有得到其他的援助 或者其他相關的狀況 政府的保證的時候 這個擊對的情況就可能沒有辦法減緩 導致銀行可能有因為這個狀況 而宣幣要擴展跟倒閉 或是信用上的危機 那台灣銀行曾經發生過幾十個擊對 有幾次比較大的事件 我們也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跟大家說過的 台灣第一次本土性的金融風暴 在民國7月4年2月份發生了實性的擊對 當時是台北市的實驗合作社的案子 當時的存款保險並沒有開辦 也就是當時造成的民眾非常恐慌 因為我錢存在銀行 現在目前這個銀行出現了經營的問題了 我急著要把錢添出來 就跟我們講個擊對 在民國8月4年的7月份 彰化四信案 當時存款保險的保障額度 保額是100萬 也就是當時如果你把錢存在銀行 你的額度已經超過100萬 例如說你存了200萬 但是政府只給你保證100萬 你當然當時會緊張 你也會去產生所謂擊對的現象 到民國96年1月份 當時發生所謂的中華銀行的掏空案 這個時候呢 當時這個案子 最後列為金融重建基金的處理機構 並由存款保險公司 跟金融重建基金共同分攤償付 配付 採取所謂的權額保障的部分 可是我想這個事件 也對台灣民眾造成很大吸引上的打擊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普遍都認為銀行是最安全的地方 普遍認為保險 普遍認為存款是一個最安全的儲蓄方式 可是沒有想到銀行這些掏空的事件 卻會造成民眾大量的擊對 也造成民眾吸引上的恐慌 這是要跟大家報告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跟大家分享過這幾個相關的新聞 包括74年2月份 當時實信的事件 它跟第一樁動搖我本的金融弊案 我們始生實信風暴 原先為它操代、侵佔、背信 跟偽造文書 導致的經濟犯罪 最後處理的方式呢 是75年12月8號 整個當時的實信合作社呢 改定屬為合作金庫 所以當時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新聞畫面 只有84年 這個彰化銀行的 彰化的事情案的部分 它當時是會挪用公款 所以導致有巨額的虧損的部分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這個圖片 會發現 當時的銀行也好 或當時的這個相關的新聞報告 你會發覺擊對數呢 銀行會把當然的事情 擺在櫃檯上面 它的目的是 讓民眾知道說 我們銀行有錢 你不要擔心 你不用來擊對 可是當時因為這個民風的關係 也當時因為經濟成長的關係 民眾雖然有得到一些保障 有得到一些喊話 但是民眾還是非常擔心 所以大部分呢 還是希望考到銀行去 把庭提出來 大家還是覺得最安心 對 當時的這個四信案的部分 也是這個狀況 那最後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96年1月份發生了 中華銀行的商業等銀行案 它的狀況是當時被偷通的這個狀況 最後呢 處理的方式呢 是由中央存款辦公司 他們來做接管 最後由兆豐銀行 他們來概括承受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上面 也會發現當時的各大報紙 也都刊登了這樣的訊息 所有的人跑到中華銀行去做擠兌 想要把錢趕快給你出來 所以造成了當時整個市場面 金融的混亂 所以我們剛剛有跟大家特別提過 有關於存款保險的重要性 為什麼這麼的重要 因為來自於 它是一個金融的信心 來自於民眾 把錢穿涼海洋的時候呢 它如果對銀行都沒有信心 對存款都沒有信心 可能會造成一串的金融的危機 也會造成政府在整個金融上面的相關的問題的產生 我想台灣民眾對於存款最重視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安全 第二件事情也是要安全 第三件事情是要絕對安全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是 台灣民眾對存款的第一個要求 不管是第一個要求 或是最後的要求 都是要安全 所以為什麼存款保險這麼的重要 因為存款保險讓我們的民心可以很安定 讓金融秩序可以很有秩序 因為我們把錢穿涼海洋 我們不需要擔心我的錢 因為這個銀行的操作 因為這個銀行的經營 可能造成了任何的問題的時候呢 我的錢可能會出現問題 我想這次存款保險對台灣民眾 對台灣的金融的相關的環境 最重要的環節 就是給了我們信心 讓我們有信心把錢穿涼海洋 然後銀行也不會造成相關的金融風險 那我想所有的民眾到銀行去的時候 一定會在銀行的門口看到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呢 就是我把它定位成一個是 這個牌子叫做有存保最安心 當你看到這個金融 當你看到這個牌子 放在這個銀行的門口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的錢穿上這個銀行很安心 因為有政府給我保證 我不用去擠兌 不用因為銀行的任何狀況 然後我去擔心這件事情 好 這個今天呢 很快的跟大家報告的 跟分享的 這四個相關的組合的話題 也希望大家對於存款保險 有更多的認識跟了解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存款保險 這樣正確的知識 也傳遞我們身邊的每個朋友 讓我們對台灣的金融更有信心 讓我們對於台灣的存款保險 更有更多的了解 好 我想最後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從現在一直到10月6號 我們現在目前有個短片的爭取的活動 叫做真的有意 我們希望透過大家的創意 去發揮你對於存款保險的想法 你對於存款保險的創意 然後更多的人可以認識 什麼叫做存款保險 這下面呢 有我們的網址 報名的網址 有我們爭取的網址 然後有QR Code 大家可以找QR Code 可以很快的進入到我們網址裡面去 了解我們這次真的有意的這個系列活動 到底要帶給大家什麼樣的含義 然後也希望透過大家的傳播 大家的創意 然後我們可以把存款保險的用意 存款保險的含義 對台灣的這個相關金融的穩定度 我們可以傳播給更多的社會大眾 祝福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